3 2 1 接牌 恩惠效忠社区关怀据点 正式升级为巷弄长照站 接牌日上里长林重道 邀请了社会处长杨玉昕 民政处长张元祥 和市议员何淑平共同主持 我们原本是关怀据点 那升级成巷弄长照站 那我们希望说除了动态的课程 运动的课程以外 能够陆续有一些静态的课程 能够入驻 进驻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长照站的当中 那能够带来多元的不同的课程 那包括一些疗愈的手作 那或者是一些歌唱班等等的 一些这样不一样的多元的课程 那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场地 活动中心能够多采多汁 然后能够有不同的 能够服务到不同喜好的长辈 我们现在的关怀据点呢 可能着重在比较多的健康活动 那未来我们会能够希望 能够设置在这里的公餐 那目前我们会有送餐过来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提供 因为厨房设施现在是没有的 但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能够在这里的公餐 让每一个长者 可以长时间在这里 好像回家一样的 接牌仪式热闹非凡 领念长者们特别带来太古和柔力球表演 来展现平常学习成果 而信仪区校中理老年人口超过了1300人 市议员何淑萍将争取更多元的课程和经费 来充实长照站各项课程 信仪区校中理是一个蛮大的理 我们的长者大概有1300位 然后我们今天成立西级的长照站 然后因为我们基隆多宇 然后校中理名会堂还算蛮大的 然后这里是以这个运动为主 有太极拳 楼栗球 拉伸操 以及最近成立的太古班 那也希望我们的长者 能够多多出来运动 不论是晴天或是雨天 校中理西级长照站 都可以服务我们的长者 非常高兴我们里长 我们设置了社区关怀据点 那我们现在最重要 就是要让长辈常常出门来 一起上各式各样的预防 这个失能 还有健康促进的 所有身心灵的课程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未来也期待 我们每一个据点 能够提供共餐的服务 那各式各样的课程 都欢迎长辈常常来参加 校中理有这个1300多位的长辈 那其实当然比例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还是有1300多位 那我想说借这个机会 那也邀请我们恩惠全能关怀协会 那的协助 那来我们校中理 然后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关怀据点 然后给一个这个C级相同长辈站 那来够让我们的长者 能够多多的出门 然后呢来到我们活动中心来运动 随着相同长辈站的产品 就是社区照顾整齐更加健全 也让长者火到老 血到老 辣造友善的乐佛社区 记者 享受您一种报答 来看这边 今天好来的 看这边好来的 ș män